清楚了吗 他当然没有 可是我觉得一方面呢 有点呢 有点高兴 就是因为他要面对真相的宰割 可是另外一方面有点伤心 就是说他果然是这样的人 令人觉得还蛮唏嘘的 他今天所做的这种回避问题 而且回避到一个所谓跨国控告啊 影片去这个剪接完以后再给对方认证啊 再回过来告 那个叫做拖延战术 他现在想要得到的是 11月24号的选举的胜利 我判断他是这样的策略 所以一开始当这个 吴祥辉的公司所登出来的广告 这么大的篇幅里面 对他直接的指控 他知道法轮功的活摘器官事件 因为在那个中文的文字诉说里面 很简单的就提到了 这位科医师 他知道他所介绍的 或者是他知道 中国有法轮功的人被摘下器官 光是这一段叙述 对他来讲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检验跟挑战 那更别讲说其他的细节 昨天的这一段影片 完全就是 医生葛特曼先生 他在书籍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片段里的 个人的专访的一个肯定跟认证 我不太知道 科文哲在卖弄什么 所以他在真相的这种追逼之下 他只好用逃避的方式 他是用脱逃的方法 要脱逃到11月24号以后才面对 acc t 我不知道 这个医生葛特曼先生 会不会来到台湾 如果你科文哲真的没有做错事情 你应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来到节目对伊森格特曼的 影片上的每一句发言 跟他做面对面的视讯对峙 我不知道 我们有邀请的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规划 就是你没有勇气 因为你完全心虚 因为你确实做了这些行为 这个场域就是让你澄清的机会 你如果要认证 可以我相信这个节目可以花 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十个小时 让他认证非常简单 克文哲先生你是网路高手 不需要去影片认证 要给人家看就在现场 用视讯一段一段播 这个非常精彩 克文哲坐这边 主持人坐这边 然后就放影片 然后葛汤曼先生在英国 他才会奔到跟你玩这个 然后所以你就是 不是说笨不笨道 他这样当然就垮了 就是所以他哪里垮了 他现在已经垮了 克文哲当今天他面对媒体说 他要去比对影片 如果对方同意我就去挂国告他 他我的天哪 我讲难听一点哪 他比那种被抓到在床上 这个跟人家外遇 然后被原配抓到的人 还说我没有卫生纸这种人 还要下流